好,大家好 我是花蓮教育網路中心的邱老師 那我們今天呢 來練習一下第一個 第一個程式 那請各位呢 把你上次下載好的BROCCOLI DUINO 把它叫出來 OK 上次看你解壓說放在哪裡 這個BROCCOLI DUINO 把這個執行檔直接點兩下啟動起來 好,這個就是你的BROCCOLI DUINO的編輯器 那在右上角請你檢查一下有沒有做好連接 如果沒有做好連接 把你的板子接上USB的線 然後記得這邊選了 把它選好CAM9 看你的CAM是多少 連接鋪是多少 你就選多少 好,這樣子就做好連接 那我們來做第一個程式 那在程式一開始它會有兩個部分 一個叫初始化 一個叫重複執行 初始化通常是放初始值的設定 初始值的設定 重複執行通常是你程式的本體 放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做一個讓它可以亮燈 USER這個燈 各位還記得嗎 你的板子7697在板子上面有一個USER的燈 這個燈呢是P7 P7 你怎麼知道這個燈是P7呢 各位它的板子的簡介上面 這個地方 USER LED 這裡你對過來看這個是P7 P7 這裡有個Button 這個按鈕對過來看這裡是P6 P6 所以我們有P6、P7可以用 那燈是P7 好 所以我們來點亮那個P7好不好 在程式左邊 它這邊有一個數位IO 數位IO 所以我們要點P7 要把P7點亮 其實就是用數位的方式 數位寫入PIN角 哪一隻角 然後狀態是高電位或低電位 好我們把這個積木拿出來 好當你把它放進去之後 很簡單就選你的角位 那這邊呢 就是選第七隻角 第七隻角 那高電位呢 也就是等一下讓它亮燈 讓它亮燈 好那 目前呢 這目前你的板子 你的板子上面 目前燈是這一個燈 這個是POWER燈 那這一個燈是沒有亮的 好User燈是沒有亮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哦 當我把程式寫好之後 當我把程式寫好之後 程式寫好之後呢 你要做什麼動作 直接這裡就是燒入 好你點了這個按鈕之後 你可以把這個燒入狀況打開來看 你看到它會開始啟動 Arduino的IDE 那這個你之前都不用裝 那如果說電腦問你說要不要讓它通行 那請你允許存取 好你要允許 Arduino去存取你的程式 好 然後它就會把你的程式做編譯 編譯完之後直接寫入這個7697的板子上 7697的板子上 那這裡要注意 如果說你的板子 如果你的使用者名稱是中文 那等一下它在上傳資料的時候就會出現問題 所以記得你的使用者名稱不要是中文 在這個地方有沒有看到它會把你的檔案 它會把編譯之後的這些cash的檔案寫在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你的使用者名稱是中文 中文它就會變成亂碼 變成亂碼之後呢 它就寫不上去 好 那麼現在它已經把它寫好了 寫好了 那麼寫好之後呢 它會重新把你的Arduino重新的reboot 就是重開機 那所以你看到這邊就亮了 各位恭喜你 這樣就是可以把程式寫進去了 那我們來做個很簡單的測試 如果我讓它閃爍 閃爍 那就是一個高電位一個低電位 那麼這邊要注意的是 因為7697的程式運行的非常的快 因為它的速度大概是Arduino的十幾倍 所以你在像這種高低電位切換指令 你的指令的速度其實非常的快 所以你在切換高低電位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加時間的積木的話 你的眼睛會看不到它變化 來不及 所以我們讓它延遲一毫秒 做個時間的延遲 讓你的眼睛跟得上 跟得上這個切換的狀態 那這個就是一秒的意思 1000毫秒就是一秒 所以亮的時候一秒鐘 暗的時候一秒鐘 這個就是閃爍 那我們再燒錄一次 好 好 它就會開始重新再去把這個程式編輯成Arduino 如果你想看Arduino對照的文字程式 你可以點這個地方 它就會對照成文字的程式給你看 所以如果是你是進階的學習者 你想跳到文字界面 開始做比較進階的學習 其實這邊是可以做切換 可以做切換 好 那麼當它燒好之後呢 好 等它一下 好 這邊還有一個小注意的地方 就如果你發現第二次以後 它如果燒不進去 那有可能是這個地方 好 因為剛剛可能寫入程式之後 這個地方會有時候會跑掉 跑掉之後 請你再把它USB拔掉 再這個重新接上去之後 這裡重選一下 好 那它就會OK 好 那現在是正常的了 好 所以你看到這邊 當我們寫入之後呢 它就會一閃一閃 這一秒鐘閃 亮一秒鐘暗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 透過這樣的方式 把程式直接寫到Arduino上面 那這個東西寫上去之後 是可以離線的 所以你的7697 只要拿行動電源送電 它就一樣可以動作 一樣可以動作 不需要連著電腦 好 這樣是不是很簡單呢 跟以前完全不一樣吧 所以 真的現在時機到了 學7697變得非常的簡單 你要把程式寫入7697 也變得非常的簡單